枪枪三人行 刚才广美批评我了 说不得老绕着个人的事情打转转 得关心一下全天下的人关心的事 对吗 而且要透过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眼睛去看一些不同视角的东西 去看一些我们身边之外的一些事情 没错 这就说到哪儿 尽管这几天动车的相撞的事情 他们都说了 说中国的网上 你说的挪威那个事情没有太多人议论 全都是动车相撞的事 但是尽管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在讲了两集动车之后 还是不能遗漏挪威的血案 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 这让人觉得我也不知道有个奇怪的联想 当年我们对越自卫反击战 就跟越南打仗的时候 当时我们宣传一个孤胆英雄 说这孤胆英雄 这家伙就是打死了50个 一个人打死了50个越南士兵 这当时这是第一号的英雄 有这么回事 当时一点都不记得 当时在宣传 叫孤胆英雄叫什么名字 我都忘了 可这个人 你看看这个照片 你看看照片 这一个人造成多少条这个人命 他应该是个制服控吧 什么叫制服控 就是对制服有那种疯狂的喜爱 他被捕以后 他要求出庭 他要求穿制服 没同意 要穿制服 而且还要公开审判 而且他自己这个照片 他自己铺上去的 他应该没有任何的军阶吧 没有没有 他挂的那些勋章 我估计应该是一个什么上将之类的了 所以这个啊 你有没有去过北欧 我去过挪威 太不能想象了 挪威我两年前刚去过 挪威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小国家 很乡土 我在奥斯陆区的那天 正好是星期二 所有的博物馆都关门 我在奥斯陆市中心转来转去的 没地方去了 他那个市中心非常小的 那个皇军边上就是义布森博物馆 然后下面就几个政府大厦 也没什么名牌店 整个奥斯陆不像斯德格尔摩 不像这个哥本哈根 他是北欧几个城市里面最朴素的一个 才六百万人口 整个挪威海峡这么漂亮 他那个那个峡湾啊这么漂亮 整个领土很大 可是那个地方很朴实 人都跟乡下人似的 最有名的就是挪威市中心有一个公园 全部是雕塑 是一个人雕的 全部是裸体几千个男女的裸体的雕塑 我事先带着一个梦想 是挪威是性很开放的一个国家 但是我听看到这个新闻是太紧张 太太正常 就像他们有的一个微博 就有个人叫什么竹味熊猫 说723呢 7月23号是一个神奇的日子 号称最安全的洞车脱轨了 号称最天才的独厚 艾米怀然浩斯在家里挂了 你知道吧 号称最稳定的挪威 遇袭了 号称最牛的赖昌兴遣返了 号称最臭的国足竟然赢球了 每天是不是国足赢球 对先输了两个球 我把给你发短信 或者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新低 居然老外输了两个球 最后总算打回来了 但是挪威这个国家真是 这个我跟徐老师对于 就是我也我没有去过北欧 但是我认识不少北欧的人 他们给我的印象都特别高大 然后你跟我讲说他们好像特别朴实 但我认识的北欧人都不是这样子 我不能说他们不朴实 但是他们都很奔放 我们具体怎么奔放 非常的奔放 跟奔放是相通的 甚至有点点狂野 就是 朴实往老师那走的 奔放往狂野那走 他才说很朴实 但是他公园的正中央 放了几千个裸体的雕像 其实还是 是一个人雕的 是吧 这还是有点不同 不谋而合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 他们虽然都很朴实 他们是非常的所谓英文叫open-minded 他们是非常开放的 他们可以接受任何的观念 接受任何的做法 例如一对夫妻 但是那个太太 我们出去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 那个太太真的就是 是可以你看看 革命连出来了一个巨帅的人 就是说他这样的行为 他一点都不需要瞒着他老公 那他老公也可以说 你看美女 绝对 他可以直接去买酒给人家喝 这个法国人 意大利人 美国人差不多也是 没有 我反而觉得意大利 美国人绝对不会吧 美国那老婆 我跟你说看死你 而且美国 我知道 我听说我的美国朋友讲 美国的这个太太 绝对不能容许的老公这种行为 那绝对离婚 而且我就觉得他们日子过得好像是 性比较开放 这个是事实 他们好像 我觉得我老嘲笑他们说 我说你们那种日子过得好像 There is no tomorrow 就没有明天了 就是把今天眼前当下这个时间 一定要过好 过开心 过 过瘾了 及时行乐 对 然后我每次都嘲笑他们说 你看你们这些都是海盗的后裔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很狂野的 他这次的事情 我是有两点印象最深的 第一个就是说 他会成为这个个人暴力时 将来会有一笔 就是一个人杀这么多人 之前我记得有个韩国学生 在美国校园里也杀 但也没有杀到这么多人 你这个是 你其实从技术上讲都是很难的 你有这么多人他们都会逃 你怎么能够打死这么多人呢 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他是要一个夏令营里面 夏令营里面 他是警察 他穿了警察 他不是警察 对 他穿了警服 但是说是小孩子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他们跑得可以很快 他在水里游了 他都一个一个这样的打 这个人啊 一千五百页的这个计划 这个宣言书啊 都写好的 而且有战 这真叫有理论 有战略 有战术 作为他个人写一千五百页计划 他说我一个人要杀四万五 杀伤 好像上百万还是多少 他的理论就是说 挪威这种国家 有什么多元文化 很多穆斯林都来了 我们就是要把他们清除出去 他就这种理论嘛 然后呢 战略是声东击西 那个炸药 炸成那个样子 爆炸效率很高啊 他先炸一个地方 炸了之后 然后自己再到那个 夏令营的那个岛上 一个一个非常精确的 这才能杀这么多人呢 你说这个人 他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呢 我倒是可以理解的 北欧这些国家啊 这些年的移民啊 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困扰啊 是非常明显的 我以他旁边的国家丹麦来举例子 丹麦收了很多伊斯兰的这个移民 就是说他们国家发生问题了 他们土耳其啊 还有一些中东国家的 他们就把他们全接收过来移民 但接收过来以后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问题 第一伊斯兰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会不会得罪伊斯兰 我要打个招呼 因为都是当地的人跟我 而且是华人跟我介绍 因为我也不懂丹麦文 对不对 他们生很多孩子 拿救济金 就是 我理解 就是在一个福利社会啊 就是在当地的 我们上次讲过吗 丹麦这样的国家 它是你工作两万 不工作一万五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但是当地的人都工作 他很始于拿这个一万五 可是他们那边的人都无所谓啊 然后小孩又多 然后拿的又多 然后呢 还恨当地的文化 就他怎么着 他不融入的 他们坚持 就是自己的宗教 所以呢 丹麦也好 荷兰也好 他也讲了荷兰的问题 就是所有这些 尤其是北欧方面的这些国家 他们对他们的移民政策 感到很困扰 这个是一个非常 所以为什么 他这个行动本身非常荒谬 但是他这个主张 却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 包括欧洲的右翼党 现在在每个国家都很活跃 都有10%到20%的 理论上都很可怕 都是像希特勒一样 排斥全体移民的 这样的一些主张 这在美国 这完全政治不正确 完全不可能接受 但在欧洲 他的确有这样的社会现象 而且呢 你知道 我就说起来啊 特别的巧 我为什么这个新闻一传出来 我就明白了 因为这个新闻传到我耳朵 那天上午啊 正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 他去过北欧 他就跟我讲这个问题 他说现在北欧啊 这个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怎么这个寸呢 他跟我讲 他说呢 这个一般的这个这个主流的意识形态 还是说多元文化 所以咱们应该宽容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穆斯林 不管你是什么 你都来 可是我这个朋友呢 他讲的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他是有宗教偏见的 他谈到一个什么问题 他说可是他们生的多 生的多了以后 欧洲人又不生孩子 对 所以慢慢的呢 他就说你想到没有 可能在多少年之后 这个国家呀 穆斯林的人数 可能都超过 你本国的这个人数 那么你看说到这儿 他就有点宗教上的偏见了 咱们就说 他说那他穆斯林 他是讲究纯洁的 甚至是 他是要要搞那种圣战的 你看这里面可能有他个人的偏见 他说他有误解了 但是他就说 但是你看当地的白人 他说实际上表面说 好像要宽洋干嘛 实际心里也怕 那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